OK,我们接着回来 上一课我们写到这个地方 那么已经构建出了这个两个fragment 并且上面这个fragment里面呢 已经写了一个edit text 对吧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来分析了 对吧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edit输入以后 当我们的回车回下了以后 我要取得这里面用户输入的值 然后把这个值塞到另外一个fragment的listview 所以这个地方是分几步的 第一步我们首先得把这个事件写出来 能获得这个值 第二个怎么去塞给另外一个fragment里面的listview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这一个先解决 这个我怎么去获得这个值 对吧 OK,我们回来 那么我们代码在这 这个oncreateview方法里面获得了这个view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是要操作这个edit text 那么也就是说需要在这个地方去取得这个edit text 那这个edit text我们来取到它 因为我们现在要操作它 对吧 new item 那这个怎么去取得它呢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一个方法 通过view.findviewbyid通过这个方法来一个id来获得这个 这个fragment的布局元素里面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一下它的id是多少 对吧 就这个 这个和activity里面findviewbyid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写一下 r.id. 就是它 然后呢 这个取出来的一个空间呢 是edit text 所以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那接着的工作是什么呢 接着工作我们要去对这个edit text去绑定这个操作的世界 监听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我们刚刚这个我们想一下 我们是这个输入完了以后按回车 对吧 所以这个回车呢 这个是个键盘操作 所以这个我们要去给它绑定哪个呢 key listener 这是一个按键操作对吧 所以这个new onkey listener 好 这个出来了 出来以后这个把包导上 然后呢 我们就要在这onkey这个方法去做我们的事情 那这个onkey这个方法呢 就是当界面上的一个键按的时候的一个这个世界监听 好 那我给大家再想一下 那么这个键盘操作 这个键操作 其实它这个监听键它其实有两个 你是这个键按下呢 还是这个键抬起呢 我们回车按了是按下 所以你这个要判断一下 是吧 所以这个位置呢 这个是这个去绑定 去绑定这个键盘监听世界 并且你要在里面去区分 你要去区分什么呢 你要去区分现在我们是这个回车键 是回车键并且是按下 所以这个地方要写个if了 那首先你的这个世界呢 好 event这个世界get action 它的这个动作呢 它应该是key event里面的哪一个呢 是一个action down 你看这还有个action up 你到底是键按下 还是抬起来 对吧 现在我监听的是按下 所以这个加个if 第二个呢 第二层if又是什么呢 第二层if说你这个键盘 手机键盘上这么多键 你到底是哪个键呢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回车键 对吧 所以那那个回车键又如何去判断呢 如果你的key code 这个如果它是等于key event里面的key code 你们看这这么多 我们来找一下key code 有没有这个回车键 你看这个back键 这个返回键已经有了 那这个key 你应该是这个enter 对吧 所以我们往下面找吧 enter 1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好 一会我来试一下这个 我对不对 那这个才是找到了这个 他 找到他了以后 你是干什么呢 你是要去取得他里面的值 那我就这个玩意儿 然后转成string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最后的内容 content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地方你要用的话 这要加final 对吧 加上 加上 那ok这个地方 我就打印一下这个到底对不对 tourist 那么 好 activity 那这个值就是这个conten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值我们到底取到没取到 取到了我们就成功了 没 大家想一下你每按一次这个东西以后呢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 你要把上一次原来输入的那个框 你得把清了 对吧 所以你这个地方再加一个 好 你这个再set tix 你把清空嘛 对吧 清空 好了 ok 这个最后返回主 其他情况都是force 这个就是大概我的一个想法 绑定键盘事件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是判断 键 按下 然后呢 这句话呢 是什么呢 这句话是 判断 回车键 回车键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一大段话呢 是取得 edit text里面的值 我们就是要这个值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值 塞到另外一个地方 塞到另外一个fragment里面去 那个fragment里面 我们要塞到里面的 listview里面去 那首先你得先取得它 ok 那这个 这个我们来运行一下它 我们看行不行 所以我们来 在我们的模型器上跑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可不可以 只要现在能打印 这个是最后的 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们的 那我们先试一下 1 好 有了 2 好了 3 好 这几个值都ok了 所以我们这一步是成功的 也是应该这么去写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是什么呢 取到这个值 你现在是打印 现在我是要把这个值 放到这边来 你要放到这个地方 这一块区域是在另外一个fragment的 那现在就是设计到了一个fragment和另外一个fragment的通信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前面要解决的问题 怎么去写一个代码是最好的代码 对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要做这件事情